小委員們,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進行分享 那在接下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面 我想我們也試著用一個數位的方式 來進行這一次的對話 通常我的演講是沒有簡報的 就是大家想要聽什麼我就講什麼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手上有可以掃QR Code的裝置 手機的話 好比像說你如果有用Line的話 在Line裡面新增聯絡人的那邊是可以掃QR Code的 或者是你有一些可以拍照的裝置 它上面也會內建QR Code偵測的地方 那致不及也可以開一個瀏覽器 然後手動輸入slido.com slido.com 然後再輸入00516 不管是透過掃QR Code的方式 還是透過網址的方式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我自己在行政人主持的會議也好 我在巡迴全台灣的演講也好 大概都用了同一種方法 那這種方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大家掃了這個QR Code之後 就可以進入一個可以匿名的 問我任何問題的一個聊天室 因為通常人比較多的時候 有一個人正在用麥克風 那要舉手啊 要發問啊等等啊 這個不免呢 就是會花相當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試試看說大家隨時想要聽什麼 就直接發問 那這樣子或許可以更有效的聚焦 大家想要聽的東西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讚的數量越高的 越會跑到這個螢幕的上面去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就比較知道說在場的朋友們 比較在意的事情是哪些 那最後當然因為可能還有很多朋友是想要舉手發問的 所以任何時候舉手發問的優先順序都高過在螢幕上面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隨時都歡迎實質的來進行這樣子的一次對話 所以我想我這個QR Code跟這個slido.com的畫面 我們就放在這邊 那我就先花大概十分鐘可能不到的時間 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說 剛才我們這邊所說的數位的發展 以及我在行政院負責的數位社會創新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大概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一旦slido上面開始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就果斷地放棄我的簡報 然後回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大家問的問題也不一定要跟這個數位社會創新有任何關係 基本上大家問什麼我就答什麼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唐鳳 然後在行政院擔任政務委員的工作 到現在已經兩年半了 那在兩年半之前入閣 更之前 其實我是在蘋果公司去幫忙做Siri 就是語音助理的一個開發 那也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擔任跨語言的詞典的邊窜的工作 那在這個之前是自己創過相當多的業 那我15歲從國中二年級輸選啊 在我的這個校長的保佑之下 讓我可以不用再去國中自己進行創業 當時是有一家叫資訊人的一家公司 那從1996年創業到大概2013年吧 就退休了 那退休之後就大概大部分的時間都從事公共服務的工作 那所以現在我在行政院裡面大概就是負責透過數位的方式來促成社會創新 那什麼叫社會創新呢 就是大家用整個社會都可以參與的方法 讓整個社會都變得更好 那當時呢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呢 跟當時的林群院長有約法三章 有三個工作條件 這三個工作條件呢分別是 第一個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作是上班 就是所謂的teleworking 那這個其實是台灣在2013年人事行政總處就通過的一個函 說任何公務員他的工作跟網際網路有關的話 他在任何上班的時間跟空間都不受限制 只是知道這個的公務員不多啦 敢跟老闆這樣用的就更少了 那當時這是我勞固協商條件嘛 所以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 所以這邊呢是我最常在的一個辦公室 它是在大家可能知道有個叫建國花市的旁邊 是仁愛路三段99號我們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這個中心相當特別 它本來是空軍的總部是非常剛硬的這樣一個建築 但是呢我們在重新裝潢它的時候 邀請了全台灣的上百個不同的做社會創新的團隊 一起去進行貢獻 所以大家看到的這個足球場 它就是由血汗兒基金會的朋友們所創作的 血汗兒基金會是唐氏正的朋友嘛 他們的心智發展跟我們常人不同 我們可能是從數位的或者是從文字的方法來理解這個世界 但是這些血汗兒朋友們是透過幾何的方式來認識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透過數位藝術治療的方法就可以把他們畫出來這些畫作 讓人印象深刻的這些畫作變成公共建築跟公共藝術 那只要踏進這個場地的人都會非常的有靈感 我在這邊呢每個禮拜三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都是我的office hour 意思就是說全台灣甚至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在線上去book我40分鐘的時間 然後直接在這邊跟我就任何的主題進行對話 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在這40分鐘的對話結束之後 我們一起編輯一個10天的逐字稿之後 把我們所有的對話記錄都上網公開 所以這個叫radical transparency也是我入閣的第二個條件 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主持的每一場會議全部都對外公開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當政委 我們說數位政委不是只是數位 可能數十位數百位數千位政委 就是大家看到我的工作的記錄之後 都可以直接的告訴我說 他覺得我哪裡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這樣子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裡面 會不斷地進行數位的實驗 好比像說我們在這邊 大家如果有空去看的話 就會看到一些三輪車 三輪車這些三輪車不是一般的三輪車 是自駕的三輪車 Autonomous Driving 就是說你坐上去只要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他就自動幫你開去那裡的這種三輪車 那三輪車這個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雖然童謠裡說三輪車跑得快 但是他跑的是很慢的 只比走路跑不快一點點而已 意思是什麼呢 是他很安全 他撞到人啊撞到建築物 大概都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 讓大家習慣人工智慧怎麼融入我們的生活 第二個特點是說他是開放的 開放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他的硬體他的軟體他的資料 任何人都可以要一份副本 而且任何人只要你會一點點 電子電路或者是軟體工程 都可以任意的去改做他 那這個也是我們台灣數位發展的一個特色 叫做以開放為優先 open by default 那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看到這個技術來的時候 他不會被這些係數的設計者限制住 要怎麼運用這個科技 像有些朋友可能去過建國花市 建國花市 大家最常在建國花市做的就是買花 但是如果是一些長輩 他買了一些蘭花 一些什麼東西會越來越重 就算你提個手推車 到最後也會覺得這個太重了 逛不下去了 可能逛不到浴室就結束了 但是我們在一起設計這個的時候 就發現說 這些車子可以很好地當長輩們的小幫手 就是它亦步亦驅地跟在你旁邊 你買了蘭花就往上面放 放到快滿了 他就再找一台來 然後你買到最後 你就騎上其中第一台 然後他就把你載回家了 像這樣子的一種 機器跟人共生 而不是說強迫社會 去符合機器的這個邏輯 這個就是我們在台灣 做數位社會創新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inclusion 就是含融的一個概念 那也是因為這是開放的一個創作 所以很多人看到說 像我們第一代的這個車子 來這邊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他難以判斷的事情 他就會亮紅燈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他亮紅燈 他也很難跟旁邊溝通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很多北科大旁邊的同學 他們就稍微拿個扳手改裝一下 他突然就從一個眼睛變成了兩個眼睛 兩個眼睛他還會看著路人 然後還會眨眼 還會有各種各樣的非語言的表情的訊息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互相巡化的功能 我們透過這樣子互相巡化的過程 來了解到說這種新的物種吧 在融入這個社會的時候 在這種低速慢速不會造成危險的情況下 到底大家對他的期待是什麼 我們的叫做social norm是什麼 那在台灣我們所謂發展的特性就是 我們先有這樣子社會的常模 好比像說他在讓路的時候 在台灣要先讓老先生老太太 然後呢再讓這個身心障礙者 可能坐輪椅的朋友 然後再讓可能懷孕的這個婦女 然後最後才是讓小孩子 就是按照老弱婦孺的這樣子一個程序 這個就是我們實驗出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在這輛車子他本來發明的 就是麻省理工學院在波士頓的時候 這剛好是相反的 他們覺得那邊覺得應該要先讓小孩子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社會常規 而這個就是我們透過互相一起實驗 來達到的一個結果 那這邊我想要quote一下我們蔡英文總統 他在就職典禮的時候說的一句話 大概快三年前 他說在以前台灣大家想到民主 就是想到兩個價值之間的對決 那但是呢我們從現在開始想到民主 我們要把它變成不同價值中間的對話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現在透過數位 我們現在的治理方式想要達到的一個新的治理模式 在以前大家都覺得好像政府啊 就是可能一個部長 可能經濟部長是左邊那個省節啊 可能環保署署長是右邊另外一個 在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的勢力嘛 透過政治的程序 透過代議的程序在這邊角力 那我們專業的文官可能就是很可憐中間的那個繩子 就是外面都看不到 但是要承受全部的壓力啊 那但是這樣子的事情 當在新時代來臨的時候呢 就出現了兩個困難 一個是說其實我們不需要省節 不需要組織者 不需要立委 不需要政委 不需要部長 其實民間隨時自己想到一個什麼主意 在Facebook在PTT上面 只要一發起一個運動 五十萬人就上街頭了 所以意思就是它不需要等到政府來組織 民間自己就可以組織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些新的議題太多了 剛剛我只舉了自駕車跟人工智慧這個議題而已 但是還有很多別的啊 區塊鏈啊 遠距醫療啊 平台經濟啊 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如果新的一個題目來 我們就要趕快再設立一個部會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我們中央總原額法 可能要改一下要變成十倍的原額了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傳統的智力模式 就是組織並且仲裁的這個智力模式 可以說是已經過期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試的是一種新的智力模式 我們問的不再是說 怎麼樣把人組織起來 以及怎麼樣去進行仲裁 我們問的是說 我們怎麼樣創造一個空間 在這個空間裡面 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立場 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利益訴求 這都很好 但是我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想辦法透過累積的方式 找到大家共同的價值 然後找到共同價值之後 我們就問說 有沒有一些創新的方法 可以去滿足這些價值 而且不要犧牲掉任何人 我們就要不斷地問這兩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共同的價值 以及有沒有創新的方法達成這個價值 不要犧牲掉任何人 大概就可以去完成 剛剛這樣子一種新的智力模式 那因為我答應說我講個十分鐘 交回來看一下slido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網友們 有沒有什麼想要我討論的話題 好 那有一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為什麼會場的Wi-Fi的訊號這麼差 這個果然是一個程序問題 程序問題果然是要先解決 那在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 其實都已經很習慣不用會場的Wi-Fi 而用自己手機的吃到飽 因為台灣非常的特別 就是你用4G的網路 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 有10Mbps 就是有非常高的頻寬 都只要新台幣499塊錢 也就是不到20歐元 不到20美元每個月 所以因為大家都被慣壞了 就是在每個地方都有這種 幾乎是免費的寬屏網路 所以呢會場的Wi-Fi差呢 一下就沒有人注意到 那不過呢 這個還是我們這個場地的舒適 所以如果大家這個 現在沒有辦法連上slido的話 那就歡迎盡量舉手提問 那然後下一次我們在這個場地的時候 就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又有一位朋友們 這個提出另外一個程序的動議說 我的聲音太小了很難專心 那對 而且我什麼都沒有做 可能音控剛剛就已經把聲音挑大了 所以這個也是告訴我們說 有及時的回應 而不是說我講個一小時之後 大家猜 因為不好意思舉手提出這件事情嘛 這樣子的話 這個公共決策的品質也可以提高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只等兩年 或者只等四年 然後再投一次票 然後告訴執政者說 自己他哪裡做的比較不好的話 那這樣社會進步的速度就比較慢 但是如果像這樣子 誒過了五分鐘十分鐘 誒我馬上就看到說 誒那樣的太小了 那根本不等我做什麼 音控那邊就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所以這同樣也是告訴我們 Continuous Democracy 就是隨時都有議程設定的權力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所以音量就已經提高了 這位的訴求我們已經參賽了 所以我們就又回到一個沒有更多的問題的情況 好 那所以請大家繼續踴躍提問 然後或者舉手發問 那不然我就繼續用我的別的簡報繼續講下去了 那我們在剛剛講到就是數位治理會有很多新的事情發生 這些新的事情它不會等到四年一次的時候 才讓投票的方式來讓我們知道 而很多的立委也好 我們的中央官員也好 對這些新的事情像無人車其實是沒有第一手經驗的 要我們用沒有第一手經驗的這個情況去進行治理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我們在台灣在最近兩年推行了一個很主要的政策 叫做Sandbox 就是沙盒的這樣一個政策 那這個政策其實在國際上都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我花一點點時間講一下 什麼叫沙盒呢 沙盒就是說我現在是一個新創的團隊 我有一個嶄新的想法 我的這個想法呢 現有的法律 現有的法規命令 沒有 完全沒有想到有這個可能性 那好比像說剛剛講的無人載據 那所以呢我就主張說 我現在的法規命令呢 不夠我用 我提出我自己的版本的法規命令 然後說我想要找 跟我志同道合的一些地方政府 或者不一定地方政府 也許全國跟我志同道合的四千人五千人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這種新的法規 沒有定義到的這種新的創新 那在以前承辦人公務員的角度 這個是很困難的 就是他會要來說 你要修正一下你的函事 去說我這種創新是合法的 那公務員就有兩個選擇嘛 一個是說我只要花一天 就把它駁回就好了 駁回是不需要成本的 或者是說我就花個七天 花個十四天開機場協調會議 然後試著讓他這個創新 能夠進入新的法規架構裡面 但是呢這個呢 我自己是要擔很大的風險的 所以大部分的公務員 在碰到有可能圖利啊 有可能獨職啊 有可能怎麼樣的時候 大概都是選比較保守的方式 無形之中 它就是讓創新難以發生 但是呢現在因為有沙盒 所以我們有了第三種選擇 第三種選擇簡單來講就是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面 我們就讓你用你的版本的法規命令 試試看嘛 那試試看之後呢 我們到一年結束的時候 一起來決定這個想法 到底對社會好 還是對社會不好 如果它對社會好 那我們就把它採用 變成我們新的法規命令 大家都有第一手經驗了 而且也不會因為這樣的關係 有圖利的問題 因為每個其他廠商也都可以進入嘛 那但是呢如果經過一年的實驗 中間過程都得是公開的啊 經過一年的實驗 大家覺得這不是一個好主義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人 幫大家付了學費 那下一個創新者 就可以用一個不同的角度 來做這件事情 那台灣是全世界裡面 沙盒最廣的一個就是國家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創造了包含平台經濟 就好像說你自己家裡的停車位 想要租出去 但是呢不是全時的租出去 只有你上班的時候 那八小時租出去 租出去的方法就是用一個很大的 很簡單的一個小格檔 有人用APP付了錢之後 才能夠把車子停進來 這種部分時間停車位 之前也沒有任何法規命令 在講這件事啊 我們就是透過沙盒的方式 去解釋說這種業餘停車位 不算是停車場 它有自己一套比較低密度的管理方式 又或者像在金融這邊 有一些朋友說 就算是18歲19歲的朋友們 他之前跟銀行沒有往來 他至少有付電信費用 他每個月都有付499 或1499 我們可以按照他電信費用的 付費的紀錄來計算 他能夠去取得怎麼樣子的信用貸款 等等的這個銀行的服務 或者是他開戶的時候 不用真的跑到零貴 因為他當初辦SIM卡的時候 就已經給過雙證件了 所以應該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開戶 那又或者像我們在很多偏鄉 會希望用無人機送貨 或者用無人的船去進行接駁等等 包含5G的頻譜非常非常多 有上百個案例在Sandbox裡面 都是我們用這種新的治理方式 讓新創的業者 讓新創的這些團隊幫助我們 引導我們去做法規創新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說從交通部來講 天上飞的在海裡面的 跟在地上的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交通部碰到一輛車子 他連輪子都是這種滑行的 或者是說他開一開會飛起來 像這個圖片一樣 或者他連方向盤都拔掉了 那從交通部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根本不知道 該怎麼處理這樣子的一種載具 但是在我們的沙盒裡面 這樣子的載具 就有這個機會去實驗一年 那如果成功可以擴大到兩年 然後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好主意 那我們就把它吸收回來 變成法規面的一部分 當然隨時立法院都可以說 好那我們要認真的來討論 要立一個法 那這樣立法院 也可以花三年或四年的時間 來立一個法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實驗還是可以繼續 它等於是一段有限時間的一個壟斷 因為別人都還不合法 只有它合法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必須把所有的 關於資訊安全 關於個資 關於記錄等等的這些資料 都公開出來 讓新的參與者 在真正最後合法之後 可以進入市場 可以參考 所以我想這是台灣在數位創新 這兩年以來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現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 它真的有切合到地方的需要 或者我們要怎麼知道 地方它有需要呢 我們在今年有推動一個叫做 地方創生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以前是各個部會 自己由上而下的 去要求地方執行一些事情 或者是地方去往部會 申請一些program 一些plan 但是呢我們現在 有10%的預算 改成完全由地方來決定 地方的產 官 學 研 社 只要一起開過一個願景會議 一起來決定 這個地方未來要發展什麼東西 可以讓它的人口不要老化 可以讓它的農業 或者它的文化可以振興 它只要各方在地方 開過願景會議 都有共同的願景 這樣子他們就可以繞過 所有部會的預算程序 直接從國發會取得他們需要的資源 那這個叫做地方創生 可以說是全國式的參與式預算 那當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會親自或者是各個相關的部會 國發會等等 會親自到那個地方 跟他們去開這樣子的一種 協同工作的願景形成的一種會議 那台灣的好處 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都有寬屏網路 所以我不管去南投集集 去台東去離島 甚至東沙 好我還沒有去東沙了 但是就是任何地方 它都有剛剛講的 10Mbps 足以支持高品質視訊的頻寬 因為在台灣我們是實踐一個叫做 寬屏人權 Broadband as human rights 我們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 只有Internet as human rights 就是大家要連得上網路 速度不論 但是在台灣我們必須要用寬屏來連上網路 這個是基本人權 所以在任何地方 如果你沒有10Mbps 那就是我的錯 是可以來找我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巡回台灣每個地方的時候 就不是只是我一個人跟當地的NPO 合作社或者是社會企業進行座談 在台北就是剛剛講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有12個不同的部會一起在台北 一起進行討論 所以就好像說我們這邊有個大會堂 但是透過一個非常大的投影機 我們可以連到澎湖 可以連到金門 可以連到各種各樣子的偏鄉的地方 而且我們會確保說大家見面三分情 就是說隔著網路見面可能也有個兩分情 就是任何地方拋出來的問題 在以前你送到內政部 內政部就說我要會經濟部 我要會衛福部 我要會什麼什麼部會 每次會的時候都只是一張A4紙 上面寫一些很抽象的公文跟數字 那會了三次之後 已經沒有人記得本來那個地方問題 到底是什麼了 但是現在就不是這樣子 現在當內政部接到這顆球的時候 他就不能說我要會經濟部 因為經濟部就坐在他旁邊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們就必須要當場就用brainstorming 就是腦力激盪的方法 找出一些讓地方的需求能夠滿足的方法 讓地方的願景能夠接軌到整個國家的政策來 所以因此我們也很鼓勵 中央的公務員實際回到他的家鄉去進行工作 他還是中央的公務員 他透過遠距的上班 但是他就可以把中央的政策 跟在地實際的需求去把它接在一起 那每一次有這種新的發明新的創作 甚至無人載具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這樣子一個地方 不管你是做循環經濟 你是做綠能 你是做無人載具等等 我們就會有越來越多 這樣子公開展示的場域 就好像大家去逛六福村動物園一樣 就是你只要搭個高鐵 然後去沙輪 你就可以一下子看到即將要融入社會的這些實驗 這些無人載具等等的這些東西 他怎麼樣去跟人實際的互動 讓大家都在有第一手經驗的情況下 去產生出這個社會的一個現況的回應 好 那這個終於有一些實質的問題了 太好了 有兩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可不可以分享我這一份slide deck 或者我的hangout 當然是可以 那這個我在會後 會把它打在這個slido上 那但是我所有的簡報 事實上都放在我們叫做issue i-s-s-u-u 這個不用背了 我會把它打上去 所以包含我們跟永續發展的關聯 我們跟美國之間外交的關聯 怎麼樣處理這個不實訊息啊 那或者是我們怎麼樣子 在每年去挑出我們叫總統杯黑客松 就是五個得獎的團隊 他們的團隊 我們給他的獎項 就是他們可以融入政策 所有的這些我的工作 就像剛剛講的 是全部都公開在這樣子一個網站上 所以我待會會把它打在slido上 而且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 就是這些政策怎麼形成的話 那我們的網站也有說 我從入閣以來 一共跟3948個人一共講過 193982句話 那所以所有的 就是從我開始當數位政委的第一天 到現在的所有的會議啊 全部都是 不是只有會議紀錄公開而已啊 是有點像是 就是你戴一個VR 虛擬實境一樣 就是可以逐字逐句的 直到說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開的每一場會 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所有的流程 都是具細引擬的公開在這邊 所以我之後會把它補充到slido上 那又一位朋友 這個有一個程序動議啊 說我可不可以在接下來的30分鐘裡面 稍微講慢一點 以利聽眾理解吸收 這沒有問題 所以雖然我講字的速度 可能沒有辦法減慢 但是我可以在逗號的地方 稍微多停一下 句號的部分 也可以稍微多停一下 有一個朋友問說 您如何協助政府機構去面書會話 政府的工作人員 是否需要去上開的訓練班 如果有開班的話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在我們的 政府的訓練架構裡面 我們分成人事行政總處所開的 就是中生教育的一些 就是文官的訓練班 我們的文官學院 還有如果是外交或僑務的話 外交學院也都有開班 其實在我入閣之前 我就已經是這些班的 常規的一個講師 我還記得我在2014年底 第一次開班的時候 當時是所有全台灣 十二指等的朋友們 一共三百個人 分成三批 進行這樣子 數位治理的討論 那所以這三百位朋友 等於是我們的種子 那在這三百位朋友之後 我就很有系統的是 一指等 十指等 然後再訓練一些 種子的這些 這個教師 然後對九指等 從這個健任升到檢任 尾任升到健任 我們都有相應的 課程的規劃 所以大家今天所聽的 只是一個概覽 但是我們按照不同的 職等跟職級 都有如何把數位的治理 融入到他們的工作裡面 的這樣子一些 課程的規劃 所以這些課程 其實也都在網路上 如果感興趣的話 我待會兒也都可以 把它放到slider上 那有另外一位 這個朋友 又有一個情緒 這個程序動議說 可以再講慢一點點 好 那我就 再講慢一點點了 好 OK 好 那我們在 我們在就是 大家 就是所謂的訓練班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分成四個 不同的開放政府的層面 第一個是透明 去講說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怎麼樣子有系統的 讓所有人知道 他們自己在做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Join的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它的網址是 join.gov.tw 那這樣子一個平台呢 我們可以看到 相當多的縣市都已經加盟了 行政院有它自己的分區 而且很重要的是 監察院審計部 也是在我們的服務的行列裡面 在Join平台裡面 大家最常看到的 是一個叫做來監督的一個專區 來監督呢 顧名思義 就是讓大家去看我們所有 有三十二個部會 所有部會 到底錢花到哪裡去了 以及它的執行率 到底好不好 然後呢 對每一個部會 我們在這邊都有 按照不同的政策 好比像說 如果你對蔡總統的 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 裡面的某些特定的 有興趣 你可以只看這些相關的專案 那我們看到朋友都非常關心的是 好比像說有四十位朋友關心 長期照顧的計畫 污水下水道的計畫 社會住宅的計畫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每一年都會有不同的 十年下來 我們現在在第三年 長照2.0 我們在第三年 那這跟以前我們公共的那種 網站有什麼不一樣呢 第一個 只要是國發會的管考處 或者監察院審計部看得到的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這就不是只是一個說帖而已 現在據說要念稅帖 不是只是一個稅帖而已 而是說每一個執行成果 每一季或者每一個月 要做哪些事情 全部都在這邊一覽無遺 包含你開的研究案 包含你的招標 所有東西都公開在這裡 而且你可以看到每一年的累計進度 這是第一個 就是它的詳細的程度 高過我們以前的這種政策說明 那第二個是說 在討論區裡面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在這上面留言 他可以跳過媒體或者是代議政治 他可以直接去跟專業的公務員進行對話 那像衛福部這邊非常的用心 我們只是希望他們每一季有一個中整的回應而已 所以他們中整的回應裡面就是旁征薄影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讓大家知道 每一季的政策 因為大家的這些集思廣義 而有怎麼樣子的調整 所以這個是透明的這個層面 這樣子應該語速還可以吧 還要再慢嗎 OK好 OK好 那第二個呢是參與的層面 參與的層面就是任何人在這樣子一個平台上面 都可以去提出他的點子 提點子呢 我們不限制說一定要滿18歲或者20歲 所有人都可以在這上面提出他們覺得政府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而且我們在這個提點子裡面就是只要是在行政院的範圍裡面的 我們都會盡量的去面對面去跟他們進行討論回應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下就看到說 目前全台灣社會最關心 而政府可能做得不一定那麼好的到底是哪些 好比像說托漁的條件 網約車的專法 或者我們才剛剛處理完的全面開放漁港 當它適合釣魚那些的地方不會影響到漁船進出的地方 讓大家釣魚 因為台灣在意釣魚的人也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才剛盤點出50個各種不同新的可以釣魚的點 然後還有這個關於這個公務員的加班費 很有意思就是公務員非常會用這個平台 之前公務員的請假只能半天半天請 不像一些大的公司是可以一小時一小時請很不方便 所以就有5000多個公務員在這上面連數 說我們請假也要比照大的民間企業 要能夠一個小時一個小時請比較有彈性 而且到最後這個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人事行政總署跟考試院也同意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一個小時一個小時請假了 所以所有這種民間關心的 但是可能政府不一定注意到的 就是透過這種參與的方式來讓大家進行了解 那接下來呢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我們現在叫做給得出交代 這個字非常在中文很難翻 有人翻成當責 有人翻成客責 有人翻成問責 但是我現在通常都直接翻成給得出一個交代 為什麼呢 是因為大家提出這些主義之後最怕的 就是被摸摸頭就算了嗎 沒有變成實際的政策 所以我們對內要給出交代 就是每一個部會現在都有一群人 叫開放政府聯絡人負責把這些好的民意化為具體的政策 我們對外也要給出交代 就是當我們決定把它化為政策之後 當年連署的那些人我們要邀進廚房裡面 這個我們有一句話說會炒的不是有糖吃 會炒的是邀進廚房一起做糖吃 一起炒糖吃 就是從口部的炒變成火部的炒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其實他們一開始很炒 可能真的並不是因為反對我們的執政 而是看了這些之後呢 他真的有一些想法 像當年我們兩個年之前 有一位朋友在這個提點子 提出了一個點子 叫做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嚴格來講這不是點子 這就是負能量而已啦 就是酸啊 就是讓人覺得很不舒服的一些流言 但是呢它也反映了一個事實 就是隨著我們的電腦的系統越來越好用 我們當年寫的那個報稅軟體 它在15年前是最先進的 到現在已經顯得就是不太符合大家的使用需求了 所以雖然它是這麼的酸 而且在底下連署留言的網友啊 都是高達八成在那邊說什麼財政部長下台啊 官貿公司官商勾結啊 什麼不堪入目的東西寫了非常非常多 只有不到兩成再說 我用微軟視窗的系統爆水很順啊 但是沒有人理他們啊 那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每一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實際上這個平台 像當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在財政部是楊金亨 他就用一種給出交代的方式說 大家的意見真的很好 任何對財政部有批評指教的人 我們就邀大家兩個星期之後到財政部的資訊中心 我們一起來創作新的報學軟體 等於給出一個邀請 那我當然馬上在底下留言說 這一位同仁說的對 他不是亂講 我這個願意幫他背書 但是很神奇的是 你只要願意給出交代 突然之間網路上的風向就逆轉 高達八成的朋友 都非常願意來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只有不到兩成還在講財政部長下台 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大家炒並不是要糖吃 大家炒只是要一個進廚房的機會 那當然這位連署人最後也出現了 我們也見到面了 他是一位專業的互動設計師 設計師我們都知道 就是你看到 他看到字稍微大一點 小一點 鞋體偏一點 這個空白間距小一點 他就會渾身不對勁的這些朋友 這所謂誰在乎誰痛苦 那所以他是很在乎 所以他就很痛苦 所以我們就讓他這個痛苦 變成一個集結的能力 我們在透過直播 也是透過Slido這樣的方式 去讓全台灣 關心報稅軟體的人的意見 全部都匯集起來 最後我們怎麼給出一個交代呢 我們是採取 我們叫做服務設計的使用者旅程 就好像是你去旅行一樣 旅行你有出發前你要做一些準備 就是好像報稅前要做一些準備 旅行你有在旅行的過程裡面走馬看花 覺得很開心 報稅大概不會很開心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在報稅的過程裡要經過一些關卡 然後呢還有在這個之後 你的就是感覺啊 反應啊 使用者的行動需求等等 那在這裡面 我們給出交代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任何人 他只要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就算500人有相同的意見 我們這邊也是一張便利貼 把它收納進這個地圖來 但是呢我們就是 就是教導公務朋友說 你千萬不要去和諧掉網友的留言 公務的同仁呢 腦裡都有一個自動的翻譯機 當他看到字報多三個字的時候 他會自動把它寫下 寫成文字稍嫌榮墜 可能是怕長官高血壓 或者是之類的 這個是一個內建的一個訓練 但是我們在當時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如果要accountable的話 大家寫字報多 你就要貼字報多 你只能把驚嘆號拿掉 你不能把字拿掉 你能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你就是要貼華麗到讓人迷惘 甚至當時我們報稅的時候 會有一個小娃娃跳出來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 你還要等五秒鐘才能把它關掉 是讓人是個 本來是想讓人心情好 但是有一位朋友就尖銳地指出 他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想要讓我心情好 這沒有用的 他說痛快嘛 就是痛得就快一點 快一點結束 心情自然就比較好了 所以即使是這種挑戰我們的設計理念的 我們都必須要具體的給他一個交代 那給出一個交代之後呢 我們就會對內對外一起辦一個工作方 事實上這個辦了四場工作方 右下角就是當時吵得最兇 最酸 最堅酸刻薄的這些朋友們 左上角就是被他們罵到臭頭的 五區國稅局的公務員 還有我們的廠商 觀賣網路公司 但是很神奇的就是 當大家有相同這一張地圖 然後一起在創作新的見面的時候 你就罵不下去了 真的是見面三分情嗎 那所以在過程裡面 大家就一起畫出了 我們今年全面上線的 新的非常漂亮的一套報稅的體驗 而且這一套報稅體驗 它的成本 它的公務預算是負的 因為裡面有一位朋友在一場工作方提出說 以前財政部都花了大錢 每天在五月到五月底 每天都租了很多的機器跟很多的網路 但是這位朋友提出說 其實大家只有在五月一號二號 跟五月三十號三十一號 會用這套系統 其實中間用的人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們只要透過彈性的方法 以時去租這些電腦的話 我們中間可以省掉非常非常多錢 財政部一聽 這真的是一個好主意 所以我們就省了很多錢 我們是拿著這個的一個零頭 去辦這樣子的重新設計 跟工作方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 其實高手在民間 他們那麼吵 並不一定是真的是想要攻擊我們 或打倒我們 他們很可能只是想要一個 進到廚房的一個門票而已 所以就是不管他們的技能是什麼 不管他們的能力是什麼 我們都要讓他們有進入決策的這個空間 那這個叫做inclusion 所以這些加在一起 就是我們達到互相信任 數位的治理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透過網路 不是取代掉人跟人之間彼此的見面 而是我們有新的一個空間 讓大家都只能加上去 而不能把別人的意見拿下來 所以這個大概是對這位朋友的回應 那我們在各個層級的公務機關 大概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一個交程 然後有一位朋友現在這個就是風向逆轉了 好像說聽我的演講相當享受 非常感謝這位朋友 好 那OK 所以這個肯參賽大家的意見還是很重要的 有一位朋友問說 好 那我這些東西很棒 那一般的民眾要如何得知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目前大概有五百萬人左右曾經來用過 那以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這是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就大概四分之一 但是另外四分之三 到底要怎麼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們目前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我自己在商業週刊有一個專欄 那在商業週刊會看的人 畢竟還是不是絕大多數 所以我們這應該可以講 明天就會跟蘋果日報 可能會有一個另外一個專欄的一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之後我每個月就會有兩次 幫我們開放政府的這些成績 不管是在漁港現在可以釣魚啦 公務人員這個可以用一小時來請假啦 報酬軟體終於好一點啦 未來健保卡可能甚至可以裝到手機裡 你就不會掉健保卡 你用手機感應就可以去看診啦 所以我們這些開放政府做出來的成績 每個禮拜 每兩個禮拜一次就會透過蘋果日報的專欄 跟大家去報告 那當然這個專欄是沒有收稿費的 所以也沒有堅持的問題啊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希望更多的朋友們 能夠從紙本 能夠從大家可能平常沒有上網的習慣的朋友 也瞭解到說其實這不是只是會上網的人的事情而已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現在融入我們新的12年國民教育 即將上入的這個課綱裡面 以後呢 從今年開始 國小 國中 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都會用這種新的素養導向的課綱來上課 所以我們這一套已經寫進公民課本裡面了 我們最熱烈的兩個最近的公投 一個叫公投 然後一個叫做禁止塑膠吸管 這兩個提案 當時在連署平台上 都是15歲的小朋友提出來的連署案 他們很成功的動員了5000多人 我們事實上在平台上面有做一個問卷 這個問卷呢 是說多少人會花最多的時間在這上面 我們就發現是一個m的曲線 就是15歲上下跟65歲上下 會花最多的時間在這個平台上 後來我們想一想也很有道理 因為這兩群人最有時間嘛 最不用去想工作的事情 其他人都還要為生計奔波嘛 15歲跟65歲大概都已經時間很多了 所以就是這兩群人變成我們在這個 開放政府平台參與的這個勝利軍主力 所以我們當時看到五六千人在那邊連署 說要救救海龜啊 這個就是塑膠的吸管會造成環境很大的負擔啊 然後希望環保署就是分層分次的把它改成能夠可再生的 或現在很鼓勵直接喝嘛等等 我們當時就想說是哪一個很厲害的環保團體 能夠瞬間一天兩天啊就動員到幾千人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這就是一個15歲的一個高中小女生 那為什麼她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第一個她網路上面很會掌握這些溝通的能力 第二個她很有動機為什麼 因為這是她高中公民課的作業 她的公民老師就是要整班的學生 想辦法找到能夠動員全台灣的這種連署題目 來影響公共政策 所以即使她連公投都還不能投票 連選舉都還不能投票 她實際上已經參政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對於我們下一代就是14、15歲這一代 現在是覺得非常敬佩的 那我們最近在處理另外一個連署案 就是在公投之後 有一位15歲的也是15歲的高中生說 可是聯合國有通過一些人權相關的一些公約 她認為這些不能夠當作公投的標的 因為公投呢本來就是比人數嘛 但是這些人權的公約就是保障少數人 所以保障少數人跟多數人對決 少數人一定輸嘛 所以她覺得說公投法 當時沒有想清楚這件事情 她的意見也非常棒啊 所以我們也採納進來 變成行政院對於公投法修法的這樣一個草案 所以我這邊想要講的就是說 所謂的一般民眾 也許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對於政治沒有了解的一些素人 很可能她才14、15歲 但是她對於很多eater的了解 已經比我們要來的廣 也比我們要來的深 有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裝LINE的美誼儀 在全部的新聞媒體的網路 來抑制所謂的假新聞 那當然這是兩件事情 因為其實在LINE上面傳播的 那個就是訊息了 它不是新聞 它沒有新聞工作 它沒有經過新聞工作者 因為我爸媽 對不起 因為我爸媽都是新聞工作者 所以我對新聞這兩個字是很敏感的 我覺得說 只有經過新聞工作者出來的 才能叫做新聞 那LINE上面的假訊息猖獗 當然是非常的嚴重 那但是我們的工作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去區分說 哪一些真的是 對整個社會不好的假訊息 那在這裡我們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就是在LINE上面或在其他地方 對整個社會不好 它必須要滿足三個條件 就是它必須是故意的 它必須是有危害的 而且它必須是不真實的 就是故意虛假 危害 惡假害 三個要素要全部滿足 這才是我們透過法律 透過行政 透過技術的方式 要讓它傳染力減弱的這個對象 如果它不是故意的 不是虛假的 或者它沒有造成危害 那個就在言論自由的範疇 我們絕對不會 因為要處理這些假訊息 就犧牲掉台灣最重要的價值 就是一個自由的開放的言論的環境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情呢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就像這位朋友說的 我們一方面 我們讓所有的部會 在謠言一出現的一個小時之內 我們就做出圖文並茂的一些影片 一些圖卡 一些懶人包 那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 只要在60分鐘之內製作出來 像當時文旦之亂的時候 只要農委會在60分鐘製造出來 大部分的民眾就會先看到我們的澄清 再看到這個謠言 那這樣的話 它腦裡就等於已經有預防針了 它就不會受到這樣子一個假訊息所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拖了六個小時 才做出回應的話 那就完了 所有人都已經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成見 所以即時回應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那第二道防線就是這位朋友提到的美育儀 就是我們現在跟LINE合作 在LINE的產品裡面很快 就會有一個即時澄清的一個專欄 去把行政院跟剛剛講到的美育儀這些公民團體 即時的澄清給它相同的版面 跟LINE Today一樣的一個版面 而且當你在LINE訊息裡面收到一些 你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的這些訊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著不放 然後你去舉報它 這就像什麼呢 像你接到垃圾詐騙郵件的時候 你可以去按舉報為垃圾詐騙郵件 信件電子郵件應該是私密通訊 國家不應該來開拆 但是如果你一發現它是垃圾詐騙郵件 你可以自願的把它捐出來 去讓國際的組織進行分析 分析出來它是垃圾詐騙郵件 以後這個寄垃圾詐騙郵件的人 就不能再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它會跑到你的垃圾郵件那個資料夾去 除非你時間很多 不然的話它不會浪費掉你的注意力 所以同樣的我們也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更改 就是如果大家查證之後 第三方查證之後發現是錯誤的 那在Facebook像臉書上面 它就會說那這樣子分享出來的訊息 它就不會碰到那麼多的人 除非你只有一個Facebook的朋友 那它還是會顯示這個訊息了 只要你有別的朋友 Facebook就會顯示別的朋友的訊息 這個訊息它的傳染力就會減弱 而且當你去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它還會加上一行警語 說這個已經查證是不實的或有爭執的訊息 請按這邊來了解更多 所以這樣子我們是助長大家的免疫力 而不是用一個比較粗暴的方式 好像是說不准特定的人 或者不准特定的關鍵字 我們是不會去做關鍵字審查的 跟旁邊的一些官家領域不太一樣 那第三個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這個就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如果影響了選舉 它可以影響非常多 所以我們也觀察到 因為台灣的政治獻金的法案 是全世界最透明的之一 每一筆都必須要用機器可以讀的方法 去公開給全社會知道 所以大家就發現境外的一些資金 他們就不會走政治獻金 他們就會跑去買廣告 甚至在Facebook上面買那種精準投放的廣告 這個是全世界都碰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在立法院已經有一個 修法的草案即將要三讀了 就是說在選舉期間 任何想要讓人當選或不當選的廣告 我們都要把它當成政治獻金的規範的密度 意思就是只有本國人可以去下這個廣告 每一手公關公司寫手等等 都必須像洗錢房子一樣去揭露 它的錢是哪裡來的 如果是有境外的包含這個陸港澳的話 那這個事實上是有刑罰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確保說 我們的選舉的公平性 不會讓人透過打廣告的方式 去好像繞過政治獻金法 變相的去助長 特定的讓人當選或者不當選的這樣一個主張 所以我們是透過以上這些方法來 就是讓假訊息不會影響 我們的民主的這個進程 因為我剩一分鐘 所以就只能快問快答了 軟體的這個逐字記錄 我們目前有跟台灣一個叫AI Lab合作 它是渡一錦老師所創的一個非營利的團體 那它有做一個軟體叫做雅亭逐字稿 雅亭就是最常見的雅亭的名字 的這個雅亭 那我們目前有跟它合作 那如果有一些就是大家講太快的 或者是同事太多人講的 我們也有一個專業的速錄師 一分鐘可以打到300字的來幫忙做記錄 那剛好它的名字也叫雅亭 所以是就是有人的部分也有AI的部分 那很謝謝大家提醒我 要配合現場的這個語速 那政府的效率 我們每年都有去追蹤 就是大家透過這種 直接民主或者直接參政的方法 但是我們量的是 大家對於公共政策了解的程度 我們量的是 大家對於政府的決策理解的程度 以及大家互相信任的程度 為什麼我們要挑這些直性的 而不是去講效率呢 因為其實你全部壓過去 不要聽人民講什麼是最有效率了 但是我想我們民主的價值 就是在不犧牲效率的前提底下 去深化每一個人對於治理的了解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挑這個KPI 當然我也不一定是對的 所以也很歡迎這位朋友繼續提出 也許我們也可以量測別的東西 那喬委會的執行率 大家可以自己上重營平台去看 然後也可以看一下喬委會 大概執行了哪些預算 那有一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如何讓民眾去知悉 除了當然寫一些專欄或者這些之外 其實就是要靠大家 我們在重營平台上面 也有看到很多朋友們是人在國外 就來關心我們的建設 好比像說像當時我們在恆春 去幫恆春的醫療資源 爭取做恆春的旅遊醫院的改建的時候 就有很多在國外的這些僑胞們 他只是因為以前曾經去過恆春旅遊 或者是說他有他的親朋好友在恆春 當過醫師等等 就透過線上直播啊等等的方式 來參加我們的討論 所以我想就是我如果有一個call to action 因為我剩30秒了 就是如果有一個call to action的話 就希望大家能夠多關注我們跟AIT 一起建設的這樣子一個 線上數位治理的意見表達的系統 大家可以如果去Google的話 是Google數位對話 或者Digital AIT就會找到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透過我們剛剛那種意見收集的方法 一次讓大家看到全台灣跟美國 對於台灣跟美國未來的外交的方向 可以怎麼樣子調整的意見 你每個意見你不一定要同意 你也不一定要不同意 如果你同意的話你就按同意 不同意就按不同意 你按了之後 你的這個icon 你的這個小圈圈 就會跑到跟意見比較相近的人頭上 我們右邊有一群人覺得 每一次PRC阻擋台灣參加國際活動的時候 美國應該就要找另外一個國際活動 讓台灣參加 右邊的都同意 左邊的都不同意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相當分歧的 相當是有爭議的 這樣子一個想法 那但是呢 就算是大家各執己見 但是也有一些想法是所有人都同意的 好比像說 我們應該要去分享這個言論集會 結社自由跟宗教寬容 這幾個題目 這個是大家都同意的 所以在接下來六月初 我會主持第一場討論會 去讓我們外交部跟AIT的朋友 針對大家在這邊 所凝聚到的一些共同的見解 然後去改變我們未來 就是外交的議程 再接下來 每兩個月都會有一次這樣子的議程 那這一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需要大家的幫忙 那大家每一次參加到最後 我會寄給大家一個報告 每一個報告都長這個樣子 就是如果你只看一些 就是特定的媒體 或者是一些甚至社群媒體的同溫層 你會以為說台灣在講到國際事務 或講到隨便什麼事務了 的時候都只有這麼四五個 大家可能非藍即律的 那種高度對立的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當然也許重要 但是我們透過這種數位治理的方式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在絕大多數的事情上 跟絕大多數的鄰居是有相同的見解 那這一點是我們透過傳統媒體 跟社交媒體比較難看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是透過跟AIT的數位對話 透過Join平台 透過Slido等等這些方式 都是讓大家能夠分享自己的意見 但是不能透過reply的方式去攻擊對方 它是一個沒有人身攻擊的這樣一個場域 那在這個場域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絕大部分的人其實是有共識的 我們就先把這些粗略的共識 劃成我們的政策 一步一步的像沙盒實驗這樣子的往前走 那裡面還有爭議的部分 我們就慢慢在就是時間過去之後 我們再慢慢來看說 怎麼樣去找到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一些共同價值 那我想這就是數位的技術 在治理上面的一個很具體的一個貢獻 那今天先演講到這邊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請主席總結 歡迎請主席總結 歡迎主席總結 謝謝 謝謝 請主席總結 其實齁這個 我都不知道怎麼介紹我們這個唐整偉 所以刚开始在介绍的时候 我本来有一张稿 我念到一半以后 我发现我念不下去了 因为还是要由他自己 透过他的 他整个一个分享 整个报告 让大家认识这个唐振文 其实对这样的一个奇才 数位的奇才 我以前就看过 他的妈妈 所写的一本书 叫做成长的 成长的战争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 如果对唐振伟 整个一个成长的过程 这个刚刚他告诉我 他写了三本书 妈妈写了三本书 来计数 这个唐振伟 整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我不需要做结论 也不需要做介绍 不过我从刚刚听了 我很认真的听 第一个就是真实 未来不管我们在公布 未来在整个社会 我们都是真实的 要呈现一个真实 第二个要透明 第三个要创新 第四个就是要解决问题 这是新的时代 科技的时代 数位的时代 不管对公布门 对企业 对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大概都要朝这个方向来走 我们本来想说 这个不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不够 当然不够 不过唐振伟的模式就是 他透过这样的一个 整个他的平台 他的网站 所以每一个演讲都是透明的 都随时都是跟整个社会在分享 所以各位也是一样 今天大家认识了解了以后 我相信各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兴趣 所以一样可以上这个平台 然后可以继续追踪我们唐振伟 在数位工作的努力 最近WHA在开会的事情 我们台湾面临了很多的困境 事实上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个机构 我们唐振伟在之前 他其实透过他的数位的分享 他事实上他已经参与了联合国的 这个整个活动 经常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所以我们对台湾面有信心 透过这个科技 透过这个数位 透过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展 我相信我们可以走出国际社会 再一次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来谢谢唐振伟的分享 谢谢